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纷纷突破了过去关键的一个中期级别的上涨型号 在今天的话题中我们着用就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战火下的伪装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晚上九点钟北京时间 这个美国联合的英国和法国呢 是向叙利亚发射超过一百多枚导弹 那这会不会影响金融市场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次的导弹袭击 其作秀的成分呢 可能要大于实际的作战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通常来说啊 这个这次的导弹袭击 美国是宣称啊 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 但是目前叙利亚政府军在攻势上面呢 是明显是趋于胜利啊 是全盘压制住了反正武装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动用这个我们说的兵家大计啊 用化学武器来引来国际社会的关注 以及导弹的袭击 这个于情于理或者在逻辑上呢 都说不通 第二呢 我们知道通常战争里面呢 是要突发 就是在别人意料之外去突袭 比较有效 但这一次上周五的打弹袭击 其实特朗普从周二就开始呢 天天在微博这个推特里面发 画推文 说我要打你了 我要打你了 其潜台词呢 好像是在向某一方施压 或许在告诉俄罗斯 你赶紧把部队撤出来 我不想炸到你的人 把事态升级严重 而之后呢 根据双方的报道 现在这个虽然说摧毁了多个目标 但是在人员伤亡上呢 仅仅只有三个人伤亡 因此呢 这一百多枚导弹 现在仅仅只有三个人伤亡 也就是说 大部分被袭击的地区 并没有人在里面 或者说并没有炸到人 这个呢 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情绪的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这一次的袭击 很大程度上来说 是特朗普以及西方国家 很多时候呢 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媒体需要 和民众的情绪 来做的一次短暂的反应 从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全面收缩的政策来看 其实我觉得认为呢 这个美国目前重点关注的是 国内的情况 而不是国际市场 但是呢 也并非意味着 它完全对金融市场 是没有影响 我们看到呢 这个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战争爆发 得到升级或者说严重 那么我们觉得 这个包括金 这个黄金 包括了其他的避险产品 例如石油 包括这个日元 都会得到很大的涨 所以说呢 这一次叙利亚危机没有结束 那在我看来 只要这个战争 没有平息一天 那么黄金 和我们之前说到的 这个石油 它的涨 蠢蠢欲动上涨 就绝不会停 那么再来说一下 除了这个叙利亚战争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其他方面 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咱们华人朋友们 去买东西啊 都喜欢买一些打折的 依最低的价格 获得质量最好的产品 获得最好的性价 那这个呢 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很多朋友会想 作为商家那边 如何来面对 这个客户不断地要求 讨价还价 把价格压低呢 那么其实我有的时候呢 跟别人说 除了我们把价格往低 在讨论之外 有的时候你可以把价格 往高了说 也就是咱们英文里说的 bargain higher 别人跟你讨价还价 你不一定要把价格往低了说 你可以价格往高了说 可能大家听得会比奇怪 这消费者买东西 肯定是要买便宜的 怎么可能 还愿意多支付来钱 其实这样的案例呢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去商场买鞋 一双鞋 假设是100块钱 那我们是想打折 70或者80买下来 这时候商家 并不会跟你纠缠 再买一双鞋 70或80 他会给你一个建议 买两双鞋 但是是150块钱 那么这看似 每一双鞋 我们都节约了25块钱 实际对于商家来说 可能他一双鞋的成本是20 他卖出两双鞋 他的利润获得的会更多 资金回流的又会更快 也许会大家说 这不过是一个 薄利多销的行为 但是 其实我们说 要bargain higher 也就是说 逃价还价中 你不要这个价格往低了 价格要往高处走 这实际上来说 对于商家和消费者 都是一个双鞋的局 我们知道如果一件商品 你价格还价还得太多 商家会不高兴 你要是不还价的话 消费者心里会不开心 所以与其在一件商品上纠缠 还不如把这个量放大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这样的商家的总利润会增加 消费者也占了很大的便利 那么在我们金融服务里面 同样也适用 比如说有的时候 客户会说 这个手续费或者交易费 能不能便宜一些 当然可以便宜 我们可以给您打八折 甚至于打七折 但是也有个要求 您在每个月 或者每一季度的交易量 是否能够达到 我们最低的利益 所以这其实 也是我们刚才说 买一双鞋和买两双鞋的区别 所以在很多的生活中 我们如果只是关注 一件商品价格往低了去争执 那么其实会闹到两败举伤了几个人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bargain hire这个话题 其实告诉大家的 就是一个逆向思维的方法 通过逆向思维 我们能够获得更多 其实能够获得双方一个双银的距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 好了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一个 零售业的销售数据 因此对于美国股市 和美国的外汇来说 会有一定的影响 它是属于三大数据以外的 第四大数据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 markets 每日财经典名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